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听过你 我是顾许在普林斯顿的学妹 后来她创立了普六科技 我也一直是她的搭档 她上大学总是第二名的故事 我简直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 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 还提她干吗 倒是你 我听排斥上上下下的人 都夸你业务能力出众 原来是老搭档了 外不得这么有默契 我喜欢顾许 你 你是不是误会了 这个人我从来就没 往这方面想过 你俩还挺配的 她配不上你 是吗 可惜这些年 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 不许一直不接受 她就是这么个人 以前满脑的学习 现在满脑的工作 上学的时候 她连衣服都只有两身 全靠一口陷劲活着 人间烟火呀 她还没有长过 这么多年 别说是恋爱结婚生死 她连一个匪文对象都没有 想想也够心酸的 但你这么一说 我都有点怀疑 我看男人的假光了 不不不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但凡是天赋一禀的人 多少都有点性格上的缺陷 说真的 你如果能让顾大仙下凡 那真是做了件好事 我正在努力中 听说你一毕业就结婚了 我也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男人 能让你一个名校学霸 心甘情愿这么多年 在家携手做歌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看样子是个悲剧 应该是一个励志举 有机会说给你听 德亚服侍刚刚打的那个电话 可把他们紧张坏了 一听到他们也要抢 咱们粉丝界的独家联名 那几个老油条 赶紧放下架子敲定合作 生怕晚了就没有了 那嘴里笑死我了 不过这电话怎么这么巧啊 刚好赶在咱们开会的时候 该不会是你找的托吧 你看出来了 我猜的 德亚那边确实有幸合作 我故意把电话 安排在了会议时间 对呀 催单嘛 得识点小招 好让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 尽快下定学习 收教了 基本技巧而已 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一会儿回到酒店赶紧睡觉吧 你看你这天熬的 短眼圈都会跑得出来 我第一次来古镇 还想好好逛逛呢 行 你逛吧 准嫁 那一起呗 我还有工作 你昨晚熬得那么晚 还不许调胸吗 我这黑眼圈可三公伤啊 你就当时给我 头一次谈成客户的奖励 好香啊 魏总 我想吃饼 我请客 老门 来两个饼 好嘞 谢谢啊 谢谢 怎么样 好脆啊 你尝一个 好吃吧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给 你签完字 我就是你真实的离婚代理律师了 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共同进退了 来吧 看看你的情况 财务方面 根据你提供的相关财务资料 我已经看过了 满房的工资 加上灰色收入 粗略估算一下 资产超过一千五百万 所以你应当分得的 至少是七百五十万 富翔权方面 虽然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 但你还在试用期 即便之后你转正了 你的收入跟男方相比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且你现在的工作时间比较长 孩子大部分时间 是交给小时工来照看的 如果对方的父母提出 他们可以照看孙女 加上男方的高收入 他随时可以将 略试转化为优势 所以抚养权方面 我们并没有完全地把握 怎么回事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害怕离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想想 我应该是非常害怕 失去小苹果 小苹果是我女儿 特别可爱 这几个月 我一直非常努力 无非就是为了想把孩子 留在身边 所以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拜托了 这个你放心 我会尽力的 之前你给我提供了一些证据 可是你知道在法律上 证据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 有时候我们认为的铁证 也会出现这样 或者那样的瑕疵 所以现在我建议你 你应该抓紧时间 去搜集更多的相关证据 如果能够证明 男方是婚姻中的过错方 就可以在财产分割上 占有主动权 抚养权上 你会着击增加考虑的因素 让法官优先选择你 总之 协议离婚比的就是 双方手中谁有更多 可以让对方让步的筹码 如果到了诉讼离婚这一步 看的就是你手上 有多少证据了 好 我知道 从初中起 我就被我爸妈丢在国外 一个人念书 所以我很早就习惯了 一个人的生活 只要提起行李 就像带上了家 但终点在哪里 我却永远也不知道 一个人孤单的时候 我就喜欢去港湾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在港湾边一坐 我就不再害怕寂寞 那么多船只一路在海上 飘飘勃勃的 但只要驶入到了港湾 就像是回到了家里 不再因为有狂风巨浪而恐惧 也不再因为看不到彼岸 而失去方向 他们和我都一样 都安全了 后来大了一点 我就提着行李一个人去旅行 我最喜欢的也是世界各地的港湾 我去过李约热内卢港 旧金山湾 普吉岛的潘崖湾 还有加拿大的分地湾 以后有机会 我还想去看看南极的天堂湾 一起呗 我可命名有你那么好 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 都是因为工作 很少能像现在这样 不喝茶 聊聊天 很难体会那种游人的心境 谢谢你 有机会 真的想去全世界 好好地走一走看一个 有一辈子其实很短暂的 转瞬即逝的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你看 你看看 看 看 看见吗 你说 这么多亲切的职位他不去干 非得给魏总当个助理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嗯 嗯 记得上次魏总训他吗 你说他平常那么不可一世的人啊 魏总一说他 他倒是乖乖听了 这次出差 原本是他人明博去 他偏阴声地把人给挤下来 这佳阿姨是不是嫁不出去了呀 非看上个有妇之妇 您看您需要点什么 这个 还有这个 谢谢 早啊 昨天睡怎么样 挺好 我帮你点好了早餐 你随便点啊 我还想再点一样东西 魏总的和颜悦色 佳怡 这几天 我一直有个问题啊 问你 我们方舟有那么多部门 你为什么偏偏挑中了产品部 因为你啊 因为我 我可是对你做过被调的 首先呢 你在方舟工作了九年 是方舟的元老 对公司架构的理解 和内部管理利弊的认知 肯定比一般人透彻 其次 一旦你升职 将会是目前事业部 最年轻的VP 方舟高层都称赞你做事高效 深谙人心 所以我想来好好领教一下 那你的被调 可做得不够详尽 我还有老婆有孩子 我在公司这么努力地工作 就希望我的家人 能够生活幸福 当然 这种幸福也包括 我不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 因为无中生有的误会 而受到困扰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刚才在朋友圈发的照片 我看到 你这么做很容易引起公司同事的误会 这对你还有我 的个人声誉 没有任何好处 我还都要是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误会的 我不过就是 随手拍了些照片 记录日常生活 发发朋友圈 我总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没有紧张 人言可畏 到底是人言可畏 还是魏总心里本来就有属于我的一席之地 被人看穿了之后心虚了呢 你想多了吧 你 不好意思 喂 爸 你马上买票回江州 你们回来了呀 回来再说 喂 喂 你先回去吧 只有我呢 你先回去吧 只有我呢 给你的 这些东西 你拿去送小朋友吧 你可别小看这些盲盒 我给你买的这些 里面是有隐藏款的 你要是开到了隐藏款 它的价值会翻五到十倍呢 拆一个看看 第一个就开到隐藏款 我看看 这上面还写了两句话呢 你看看 这两句话 也是我想跟你说的话 这 这 相信 又是隐藏款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十万分之一 你现在就是幸运女神了 隐藏款 又是隐藏款 隐藏款 那我猜这里面 该不会都是隐藏款吧 那我猜这里面 虽然我买这些隐藏款的行为 是有些投机 但 但我也是想把心意 准备到百分之百吧 我不想对你偷懒 江西 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能力 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好的生活 但你要相信我 只要你愿意给我时间 很快 我就会像这些盲盒一样 让你看到升职的潜力 我觉得不是时间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宁波 我们是不同的人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 一直都是橱窗里面的奢侈品 价格就摆在那里 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 不过 你送给我的这个 你送给我的这个 我很喜欢 张妈 来了 来了 嘉怡回来了 不用 我自己拿 妈 爸 妈 你们怎么回来了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爸 我想死你了 怎么了 这么严肃啊 这是 谁的衣服啊 同事的呀 怎么了 同事的 爸 你干什么呀 你马上写辞职报告 明天一早交上去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工作上我有任何过失吗 就算你是大股东 你也没有擅自开除我的权利 我没这个权利 那你等着 现在跟魏明的事 在方舟传得多难听啊 你别急 慢慢讲 弄不好就是个误会呢 那不是误会 传言是真的 我就是喜欢魏明 你还说得出口 你喜欢谁不好 可偏偏 人家有老婆的 我知道 那没什么 你听听 他说的都是 有些什么话呀 你读了那么多的书 你连最欺骂的礼仪廉 都不懂吗 佳怡啊 我和你爸爸 从小就把你送到国外去留学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去杜杜金 长长见识 你倒好 把西方人的那套没边际的自由学了来 听你爸爸的话 赶紧离开方舟 跟那个男的断条 你也知道 我不要 你们也知道 从小你们就把我送出去读书啊 从十二岁起 你们两个就不再管我了 现在你们又突然跳出来 叫我好好听话 对不起 晚了 我已经长大了 你看你 你能说出这种话 就证明你还是个孩子 佳怡啊 爸爸妈妈不会害你的 你不要头脑发昏 你喜欢人家 可是人家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这种感情是没有结果的 那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们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听着 我是不会让你跟卫明在一起的 用不着你同意 你还顾不顾脸面了 我还有脸面了 说白了 你更在意的还是你的脸面 你有在意过我吗 那我也告诉你 我还就偏偏要跟卫明在一起 等着瞧 你 你回来 别急别急 这孩子从小脾气就倔 我们要慢慢劝 急不来的 谁啊 我 你坐我车干嘛 你不是开顺风车吗 我刚好下班 顺便给你增加一点营业收入 怎么着 不欢迎你的乘客 你别折磨我了 行不行啊 你怎么知道我跟你顺路呢 你再说你 你干嘛不让你秘书跟你约一辆车呀 司机跟秘书 我早就让他们下班了 你怎么知道我跟你顺路呢 我前面打车要排一百多号的 而且我也没有做好 要在公司通宵的准备 我十一点之后啊 加价三倍 然后路上还要接人 能接受吧 还要拼车呀 嗯 那我只能付你一点五倍的车票 赶紧走吧 师傅 你别耽误时间了先 来 能送给狗狗子 嗯 你看 据说这个东西能升值 你可别当垃圾扔了啊 不会 远徐 哎 你今天晚上怎么那么晚下班呀 不会是那个变态CEO顾许 违赖你了吧 我跟你说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跟我说 要面对这种职场黑恶事 你千万不能怂 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吃软怕硬的人 嗯 一看你是软柿子 他们恨不得把你熬成那个柿子汤 你一定得硬切 他们就乖乖认怂了 知道吗 来 介绍一下 顾许 江熙 江 我们之前在丰州见过 咱们聊 咱们聊 那个那个 顾总 上次真是谢谢您啊 嗯 如果背后声音画画就是你表达感性的方式的话 那就大可不必了 我没有 我刚才就是讲了一个冷笑话 顾总你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呀 你们是不是在聊工作呀 是啊 没有 我觉得这个顾许人不错 哪儿不错了 就是他能够给人一种 特别舒适的距离感 好多男生啊 见到漂亮姑娘 恨不得乍见之欢 最好距离感直接为复 但过去不一样了 想多了 他对谁都这样 反正我是没有看见过 我们公司林总 搭哪个普通员工的顺风车回家 而且根本就不顺了 我觉得他是想要找机会 都了解你 他是想故意找机会让我不痛快 你不了解他 他呀 就是一个用算法衡量一切的技术男 脑回路清奇 不按常理出盘 他现在正充分享受虐杀我的快乐 所以呀 他就像是一个 不成熟的小男生 表面上呢 欺负你 但潜台只是在说 我喜欢你 你们家江海都不这样 打住打住啊 我们两个还是聊点别的吧 今天在方舟 出了一个很大的八卦 黄佳怡发了一个 让人抚响联篇的朋友圈 你猜主角是谁 魏明 童友圈嘛 顾名思义 就是发给大家看的 但是这个黄佳怡啊 她实在是太心急了 表面上她要宣誓主权 对内她向魏明逼宫 这个魏明 宁可背负陈世美的骂名 也要上赶地去给黄佳当赘婿 你说你啊 算不算是料事如事 离婚的律师委托协议 我已经签完了 肆意交代我 在正式向魏明摊牌之前 要尽可能地 找到她婚内出轨的证据 还有转移资产的证据 这个黄佳怡 绿茶嘛是真绿茶 但沈助公 也算得上是沈助公 因为明的德庆啊 没有这个黄佳怡 也会有别人 凉水是泡不开绿茶的 她不热乎 人家能往上冲 海王就是海王 撒网捕鱼的不算高手 能让鱼儿主动上钩的 才算是奇高一成 我估计这会儿黄董 已经气得大发雷霆了 你放心吧 公司那边 我会帮你继续盯着 他们两个的 接下来 就要真刀真枪硬碰硬了 林领叔 我刚下飞机 直接回公司了啊 这次出差比预期 多了两天 我换起衣服没带够 你赶紧给我送一趟 我这边十点钟 有个会 尽快啊 你到哪儿了 我已经到公司门口了 衣服呢 喂 对啊 我在楼下 你在哪儿 正面 那我先走了 好 谢谢 是卫先生吗 这是您的衣 谢谢啊 趁衣售成这样 你就找个快递给我送过来 你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呢 稍等一下 十点的会 我现在肯定迟到了 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 请进 魏总 怎么了 西服已经洗好了 我特地选了一件衬衣 作为谢礼 湘许会跟西服很配 太好了 佳怡 你可帮我大忙了 衣服这么粥啊 不然换上吧 好 好 还有事吗 没事了 要不你先回避一下 进来吧 进来吧 怎么样 挺合适的 真帅 谢谢 谢谢 今天立会的工作重点 是我们方舟和磐石的合作酒会 那么具体的安排 由佳怡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和磐石的签约仪式 定在明天下午 之后的酒会是非正式的 为的就是让我们公司的人 和磐石的人 好好深入交流一下 对以后业务的推进也有帮助 你选 你负责对接行业媒体 记得跟PR那边交代一下 可以发头条 凌月 大伟 你们负责对接公关公司 这次的酒会事关重大 务必把每一个流程都对清楚 好 江喜 你负责会场外的媒介接待 这次我们邀请的都是贵宾 不能出岔子 好的 因为是工作酒会 所以这次没有邀请家属 我会充当魏总的女伴 和魏总一起负责重要来宾的接待 你们先开会 我去一趟酒会线 好 对了 大家下班的时候 记得来我这儿领东西 谢谢啊 谢谢佳儀 谢谢佳儀 佳儀 你刚刚看到大家的反应了吧 那这次酒会 你做我的女伴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呢 这次邀请的宾客中 有很多是我爸那边的朋友 我作为女伴 从社交礼仪上看完全没有问题 魏总是想避嫌吗 我们俩可什么事都没有啊 刻意为之 反而才会遭人闲话吧 你放心吧 我会安排好的 领什么东西啊 特产 他不是从外地回来吗 谁跟他买了礼物 什么 你没在群里吗 这么快就看谁拉拢人心了 你也不看看谁交的 现在魏总马上就要升VP了 方舟和潘石又签了约 难怪被这次酒会这么伤心 不过说真的呀 我还是真的羡慕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呀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我现在 连门都进不去 至少你不用听他一指气势 跟魏总在那个特产群里面 一唱也和 什么 还有个特产群 在 这个群也不在啊 哦 就在刚刚 他把那特产群 改成了筹肺群 哎 嘉宁用私人关系 给我们借了迪曼的礼服 啊 等于说 除了江喜之外 我们其他人都可以去试装 高定 我这辈子都没穿过高定嘛 我也没穿过 走走走走走 先走了 他这个用意很明显 吃了他的 穿了他的 这样的话 在公司里面 就没人敢议论 他和魏敏的关系了 照照艾斯这个速度的话 你很快就可以信任 我怎么看你 怎么样 开心吗 老公出轨 脚三强势示威 对于我这个原配来说 却是一件好事 我们就讽刺 对了 你去上班的事情 还没有告诉魏敏吧 那你一会儿 怎么在那边解释 我打算 实话实说呗 魏敏现在有这么大个把柄 落在我手上 你猜 他会不会因为心虚 跟我来给董家长换你 都几点了 才回来 果果呢 去外婆家了 我有点忙 让我妈照顾你 你忙都忙什么 身衣连运都没运 就给我送到公司去了 你天天在家的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吗 没拉得及告诉你啊 我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 正式开始上班了 去上班了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你工作上的事 也没和我商量过呀 这能是一回事吗 你上班了 家里的事情 谁来照顾啊 真衣我不希望有第二次了 不希望出现第二次 你就自己干呀 我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上班了 最起码你自己的事自己干 我们两个人商量好 男主外女主内 你既然兼顾不了 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照顾家上 有错吗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男主外女主内 分工不是由性别决定的 分工是不由性别决定的 但肯定是由能力决定的吧 我们结婚这几年 家里的日常开销 哪一个不是从我工资里扣出来的 我要你老老实实地 待在家里 把主要精力投在家里面 没错吧 你刚刚上班 那点工资 够干吗用的 明天方舟跟盘石有个签约酒会 嗯 你带你们公司那个黄佳怡一起去啊 我来公司是安排你去的 结果 我重新安排了一下 我是在威姐生日会上听说的她 说小姑娘人长得漂亮 也聪明 最重要的是对你挺崇拜的 最近新招的助理啊 对 公司应安排的 说这小女孩家里有背景 那你这次去出差 也是带了她 本来不是带她的 是明博 我下落 你老了 你工作那么辛苦 你助理心系 还能把你的生活 照顾得好一点 那我就放心了 早点睡吧 我还有点工作 老婆 你去上班我没有意见 我是担心你身体 要累的话 尽早辞职 早点睡吧 你老看手机 再发生了 还不然 你正在睡醒她 今天去睡带吧 我们去睡醒吧 明华 我们去睡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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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睡醒 送一下二位 好 这边请 你要的资料 谢谢 说 刚才这么重要的采访 你就穿这事 我又不是明星 也不靠脸吃饭 何必在于这些小节呢 那 晚上跟方舟的签约酒会 你不会也想穿这事吧 不然呢 如果今天早下班的话 记得叫上我 请进吧 随便坐 天哪 喝什么 都行 可以啊 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嘛 成年人的乐趣 水行吗 可以 成年人的乐趣 也包括这个 小黄鸭调试法没听说过吗 我听过呀 但是真人用 我还是第一次见 就是在调试代码的时候 要详细地向他解释 每一行代码 这样代码中不完善的地方 就会显现出来 你这样 你给他放在这儿 他还能跟你有眼神交流 你是来我们家视察工作的吗 对了 你家衣柜在哪儿 这些 不就是个酒会吗 至于那么隆重吗 你扎克福哥不也是 体育衫 牛仔裤吗 不是在国外吗 你在国内 什么场合费什么衣服 这是最基本的礼 你现在这身 跟方舟酒会的规格 完全不大 这总可以了吧 就是感觉 好像还少点儿什么 今天呢 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人物 一会儿我帮你介绍一下 他是庞总 魏总 请回答救护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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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米片 庞总 你好 以后都可做 好好好 你定一定 这位是李总 你好 李总 幸会 幸会 早就听佳怡说过你 有机会合作 这风头人家出的 魏总不成人物费气 来 他只能你们参加班长 一身 真把自己当门鞋的 来 来 老黄 我魏总 不是 你怎么婚进来了 好久不见了 这不你们邀请的吗 我看你胖的啊 这么长时间不见 扣子系不上了 说明生活好了 这位 你换人了 你见过 见过吗 来 对对对 我见过 见过 你别着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方舟的黄家怡 这个人我哥们黄总 幸亏 幸亏 来 欢迎杯 走 长得挺漂亮的 魏总 怎么没带他老婆来呢 真你还不懂 坐坐坐 张总 说什么呢 你们在这儿 没有 这不是夸你呢吗 你们商店价格还得再低一点 没问题 你说了算 我先过去了 魏总 都还顺利吗 都还行 你就是这个姜喜啊 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 我给他发信息 到现在还没回我 这个姜喜 回事再跟他算账吧 潘石的顾许怎么还没到啊 顾许那边说 有一个电话会议刚刚结束 可能会晚一些过来 批亚那边我已经沟投好了 明天妥妥地互联网头条 做得不错 继续加油 对了 谢谢你的衣服 谢谢啦 谢谢衣服 客气 顾总 好 稍等一下 雷雷 你到了 好 谢谢衣服 应该是顾总来了 小心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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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喜忍 我怎么提他人 不知道我还没啪 为什么啪 什么 你去收集吗 顾总 顾总 怎么才来啊 明伯 跟楚深说一下 顾总来了 准备开始 好 我们开始吧 顾总 卫总 为了庆祝方舟和磐石的合作 请两位一起合个影吧 好啊 合作愉快 顾总 好 江喜一起来了 还有四方 按这里 好 倒一个 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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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